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 2020年最后一集的赛马娱乐新闻 2020年眨下眼就过 今年除了居家抗疫之外 就好像什么都没做过 今年虽然没得去旅行 又少了出街 不过其实都是一个好机会 给大家有多点时间和家人相处 不知道一种骑恋 在2020年最后这几天会怎样度过呢 圣诞难得放假又好天气 胖哥联邮带儿子去搭小轮游览围港美景 儿子带着黑超当太阳 又多帅 马坦金童玉女 马昆和杜远欣 2020年可以说是大丰收 而去到年底都还相当努力 马昆就积极操练好平衡力 哇 很高难度 很高难度 另一边西 导演欣上星期刚刚赢了法国赛事 出局卢一卢 立刻有马迷问他什么时候出赛 他立刻回答 下星期一 合出国赛 敌亲民 大家记不记得上次紫赛复星点了头 说上次赢就赢 赢一下 赢下赢 赢下 赢下赢 好 赢 赢 赢 他就不停地点头 那豈不是会赢得开行吗? 如果给你想一个字来代表2020年 你会想到什么字呢? 哇,一定是个责字 今年全世界这么多人都留在家上班上学 还不是责字? 如果给我就会选个破字 因为有多个骑连都破纪录 首先看看上半年骑士成绩 截至上星期六赛事 排第一名的是莫雷拉 有六十场球马 他还冲破累积一千场大冠 是继伟达和潘顿之后 历来第三位骑士获得这个成就 紧随雷神其后的是潘顿 有四十一场球马 今年浪琴标国际赛事 他懒手执个热尖堆大丰收 先赢国际骑士錦标赛 隔几天再执将日本骑马 确素无话捧走香港杯 累计成为在香港赢得最多国际赛的骑士 而他累积投马 也已经超过千二场了 而练马斯方面 头三位排名都追得很近 截至上星期六赛事 排第一名的是方家帕 总共赢得三十四场球马 但第二名的罗夫泉 倒追得很贴 有二十九场球马 而第三位的是呂健威 有二十四场 看来下年还有排斗 今年亦创下香港马坛历史新一页 首次由全华人班底率领金窗六十 在浪琴标香港一里金标 国温赛事中轮员 亦即马主 练马斯和骑士 都是华人的铁三角组合赢得 金窗六十亦都屏住一百三十一分 成为全港最高评分的现役赛区 他下年会不会挑战三冠马王宝座 大家拭目以待 回一回带 这个华人铁三角 是继上季打比大赛之后再下一成 下一年金窗六十临斗延续转棋 而领先着的雷神和方家帕 会不会笑到最后呢 为美自有分晓了 明天就二零二一年了 新年新开始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幸运 明天的好运一月一赛马日 将会上演华商会挑战杯 和仁子京短途键标两场的三级赛 新年大赛总加有三千六百万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今集赛马娱乐新闻时间有够 祝大家新年进步 2021年人人都可以身体健康 拜拜